你好我是K-Bone 歡迎回到火炬指南系列 影片開始前別忘了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之後的更多影片 如果喜歡這些頻道內容 歡迎加入會員或是使用斗內 來給予我更多的支持 感謝你 OK 進入正題 火炬SS5全新賽季玩偶俱樂部已經開一段時間啦 今天就是要來分享這季開啟 我所選擇的開荒流派 獵嚴之境的收購流玩法 這季除了我以外 許多實況前輩們例如DS、老P、阿草等等 都是用持續傷流派來起手 那我本來是要玩槍3的 結果後來因為META的關係 環繞飛刃成為主流玩法 那跟我本來期待的機關槍掃射 有一點點的落差 所以我選擇重新開了一隻角色 看到大家都在玩收割流派 想說就來試試看吧 那重新花了一天的時間拓荒 一路拓到的克7都很順利 前天也開始已經順刷克8了 不過因為賞金獵人活動 花太多時間才拚帝王爭威了 所以現在才把影片弄出來 因為一直在刷 老實講沒有花太多心力提升 機體的強度還算很出奇 但也代表有很大的提升空間 整身的造價是相當便宜 刷圖懶人、無限位移、傷害不錯 很推薦想找一個流派過渡 或是刷圖想要刷懶的朋友 那首先先來看看技能吧 主技能是獵人之境 俗稱的火步 本身是一個引導技能 主流的玩法大多是用吸管 就是射煉爵士這個技能 主要的差別是在屬性上 還有技能使用起來的手感 那我主要也是抱著實驗精神 所以就想說試試看這個比較少見的搭配 獵人之境經過這季改動後 引導層數會給技能持續時間 而且是給額外的 代表搭配上好朋友進化切割 能夠從層數堆疊上拿到不少的傷害提升 串聯上以提升技能傷害為主 第二個技能使用追劣心芒 持續上流派最強的增傷技能 打王再丟平常不太會用到 所以串上了蛇身來提升效果 第三個技能使用尋法換身 本身是位移技也是增傷技能 串上狂熱來提升增傷效果 物理轉火焰是非必要的 是用來規避蠟燭的副作用 這個等等會再提到 第四個技能使用黑洞 怪物滿家具時會提供大量增傷 同樣是打王才會丟的技能 蛇身穿上去把效果撐爛就對了 第五個技能使用苦痛糾纏 人人都要拿著詛咒增傷 另外一個選擇是用赤熱 在只用一個詛咒的情況下 可以依照身上的火焰技能等級 持續技能等級 哪個拿得多來選擇要開哪一個詛咒 被動光環的部分 生成苦痛、元素增幅、能量壁壘 在封印允許的情況下 把效果盡量用串連先撐高 可以自己排列組合一下 生命的部分基本上不重要 所以也可以用封印轉化 把一個光環移過去用血量開 這樣魔力封印會更加充裕 我這邊多開了一個極速 用來提升刷毒的手感 後續封印調整好後 就會改成開元素抵抗、抗性 來解放裝備上的詛咒空間 魂族的部分只先用了一顆 詛咒找到近期每擊敗一個敵人 會增加傷害、範圍跟移速 對刷圖順暢度非常有幫助 注意這裡的副作用 造成物理傷害會獲得流血 因為訓法幻生本身是物理傷害 所以我們才會串上物理轉烈焰 挑詞的時候記得一定要注意一下 英雄特性的部分 我選擇用的是時空流4 俗稱的時空2 主流搭配大多是火布配冰3 或者是時空2配吸管 那我自己也是比較這樣推薦 不過用這個搭配未必不能玩 特性選擇上走的是1、2、1、1、1 這裡比較有懸念的是90等 2的部分比較多人選 但是記憶體還沒辦法吃滿增傷 所以選擇走上面拿1的效果 注意更少持續時間會影響到進化階段的傷害 所以如果之後能夠吃滿2的增傷 務必要改成走下面2點法 儀物的選擇上優先找每25點能量加收割冷卻回復的 其餘的詞綴再去跳傷害 或是提升手感都可以 追憶則是先找額外附加收割或是進化切割的百分比傷害 其餘可以就找收割冷卻回復 不過完美值得T1則以偏貴 所以目前還沒有做使用 一個多維世界接觸雏形 開啟了75等下方的特性點效果 副作用減傷當然是越低越好嘛 那之後如果存到錢再改成正版的 特性插槽串上了一個範圍擴大來提升刷圖的覆蓋率 天賦的部分點法有很多種 我先講比較便宜的版本 一開始先走詐欺之神 大點拿到瘟疫跟潛移默化 瘟疫主要是讓我們的持續傷能夠自己擴散到怪群之間 那就不用走到每隻怪的臉上 刷圖上會方便不少 打王可以改成急需來拿傷害 接著往下點到異能者 大點拿到傢俱跟進化切割 拿到進化切割後傷害大提升 最後一個天賦頁則是看情況 如果你還沒有抽到這一機很夯的烈光腰帶加上近視壁壘 那可以先點去魔導師拿到防禦 大點點出甲殼跟光輝結界 再搭配護盾擊力的裝備 防禦面就有一定的保障了 之後拿到剛剛講的護盾套餐 那就可以改走暗影術士 大點拿到前奏加上毒癖吸進 能運作的話就點暗鍵難防 傷害會比走魔導師高上不少 神格石板的部分剛好蹲到了一個便宜的雙大點 影刺再加上火上膠油 也剛好符合我的機體運作 沒有拿到火上膠油的話 機體就必須要處理抗性問題 像是組串聯可能就要拔掉一個改串成火焰穿透 有好也有壞自行斟酌 其餘的石板主要是找技能等級 增加引導神速上限或是額外收割來源 使用衛移獲得聯動祝福 這條用來搭配五風澤的輕踏 讓衛移技能不斷從事冷卻 可以大幅提升刷土的速度 最後來看一下裝備的部分 頭盔使用加以法術等級基底 主要是提供了護盾以及抗性 胸甲找護盾高的基底 主要也是提供護盾抗性 那這兩個之後都能夠替換成傳奇 頭盔找主網奧秘頭巾 胸甲找近視壁壘 可以先到市場購買來製作 等到有不錯的成品再做替換 手套主要是找收割來源 其餘補足抗性即可 後期可以換成惡毒之手 提供了大量的詛咒效果 鞋子使用五風澤的輕踏 除了配合神版拿到無限衛衣 衛衣技能增傷 火步也能吃 價格本身也不會太貴 後期機制處理的妥善的話 可以改成穿幻象拘束之種 提供了大量的收割冷卻回復 項鍊使用積雪來過渡 新版本積雪有大量的傢俱效果 前期也非常好取得 後期換成真理拿到等級 還有屬性點給的增傷 腰帶使用自製的來過渡 後期換成烈光腰帶解放天賦 兩個戒指使用輕輕幻痛 同樣也是前期過渡的好選擇 後期左側戒指換成縫隙之椅 提供了大量的引導上限 搭配天賦蠟燭拿滿額外七層 來最大化技能本身的增傷 武器前期推薦先用智者千率 利用高額跑速來飛車刷毒 提供的等級跟範圍也很不錯 後續可以自製法杖 目標是前綴能力值雙等級 後綴的加劇跟光環效果 最後再打上收割來源即可 其中一根有財力或能力 可以用武藏拳柄拿到王拳 提供高額的增傷跟減傷 屬於畢業等級的選擇 那最後來講一下遊玩體驗吧 這個非主流搭配玩起來 其實也沒有什麼問題 不過由於建構上比較陌生 錢都花在投報率偏低的地方了 最後為了趕緊拼賞金活動 機體差不多就定型在這裡了 這一季算是真的只是提到鐵板 也都會這個流派的舒適度 讓我還是能穩穩的再刻巴刷 我想這就是持續上流派 低投入高回報的魅力了吧 那關於後期跟完整的機體 推薦去參考阿草的介紹影片 我後來在實況的時候 他也有來點出一些細節給我 非常感謝他的幫忙 不過比起感謝他的幫忙 我更嫉妒他的永恆 有了我的問題歡迎底下留言 喜歡的別忘了按個喜歡再走 那我是KBON 下回見